卡努颱風的最新路徑 看起來更接近臺灣 氣象局在昨天晚間八點半 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 而因為暴風圈 有可能會觸碰到臺灣東北部 氣象局預計最快今天下午到傍晚 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到臺北 說到颱風外雲系逐漸接近 時清時雨 卡努颱風 目前持續發展 因為處在季風環流 又受高壓牽制 路徑變數多 最新路徑又更靠近臺灣 氣象局在週二晚間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如果說颱風的預報 路徑再偏稀一點 那颱風的半徑半徑 如果有擴大現象的話 其實是有可能接觸到我們的陸地 但是就是說 這個部分可能不確定性比較大 那確確的時間點 我們可能還要再觀察 週三起颱風為環流影響 基隆北海岸和北部地區短暫震雨 週四到週五 北部地區和中南部山區 有局部大雨 被封面的東南部 可能有焚風發生 第六號颱風卡努來勢洶洶 而今年第五號颱風杜蘇瑞 儘管在七月二十八日 登陸中國之後 已經減入為熱帶性低氣壓 但水氣仍為沿海道內陸 帶來強降雨 北京更是遭逢今年以來最大暴雨 外媒報導 中國水利部對北京和天津 發布暴雨洪水警報 強降雨造成多處嚴重積水 民眾受困 消防人員搭乘橡皮艇 將民眾一一揭駁出災區 當地民眾拍下的影片顯示 暴雨造成多處路段橋塌 也有車輛泡水 甚至被沖走 杜蘇瑞帶來多處災情 緊接著卡努來勢洶洶 東部沿海的浙江 沿鎮以帶 已經展開檢查海上船舶防臺工作 也要求養殖人員 全部撤離濱海地區 記者綜合報導